大家好,我是老白 这几天中兴国际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 具体的情况中兴也给出了官方的回应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聊中兴国际 以及在技术上去美国化和国产替代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当下的困难 在历史上又有什么样的前车之鉴呢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白词明白 中兴国际这家企业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 我这里就不做过多具体介绍了 中兴国际第一代的14纳米FineFT技术 在2019年就进入量产 在2019年第四季度 大概贡献了1%的金元收入 而在今年2020年 就已经在非常稳步的一个上量的阶段了 根据中兴国际透露 在今年年底 中兴是有望突破7纳米的量产的 类似于中兴国际这样晶片制造端的浓头企业 我们很多朋友往往会比较关注 中兴的一个制造工艺 其实中兴的重要性 远远不止于我们看到的这一点 我们知道 在IC设计 半大体设备 半大体材料 半大体测试配套这几个方面 中国集成电路 与国际水平最为接近的 应该算是IC设计和封装测试了 IC设计是中国集成电路的一个火车头 海思 展瑞 都已经进入了全球IC设计营收的前十强 而在封装测试方面 无论是我们的长电 通负还是滑天 至少与热光相比不存在一个技术上的代差 而我们半大体设备 半大体材料 ED工具这些领域 与国际巨头相比 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在2017年 梁梦爽与三星的合约到期 正式受邀加入中兴国际 梁梦爽 之前是台积电开发14纳米的研发主管 也是三星开发14纳米的研发主管 梁梦爽团队加入中兴国际 极大的加速了我国14纳米的研发进程 对于我国机身电路的发展 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半大体设备方面 中微公司的CVD 克什清洗设备 北方划创的介质克什 MOSVD设备 等等 都进入了中兴国际的供应链 而在半大体材料方面 类似于有盐新材江峰电子的把材类 深南电路新生科技的基板类 华特气底的特种气底类 等等 国产供应商也都纷纷加入了中兴国际的供应链 所以中兴国际对于我国机身电路产业的发展 不只是能够制造更加先进的晶圆代工 而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国产替代的加速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任何技术的推进和升级 都是需要一个不断试错和验证的过程的 对于尖端制造尤为重要 我们很多朋友认为晶圆制造最重要的是 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突破 其实这个看法是相对片面的 在芯片的制造过程中 良品率也是同样重要的 良品率对于是否能够量产 至关重要 通常晶圆的制造和封装会涉及到 几百个工艺步骤 即使是其中一个步骤的良品率为99.998% 其后续的影响可能会导致 总体的良品率小于80% 甚至导致无法量产和造成损失 所以不管是晶圆制造半大体设备 还是半大体材料的国产替代 都需要有类似于中芯国际这样的龙头企业 给予整个产业链不断的验证的机会 和不断试错的一个过程 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设备平均国产率 仅为5%到10% 半大体材料的国产率约为20% 所以国内半大体设备和材料的企业 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 而现在就是这个完成超越关键的成长期 当然这是大家欣慰和振奋的是 中芯国际这些年 不断地给我们国内的供应商 这个机会和非常有力度的支持 而我们国产企业也正在飞速的发展中 我知道 很多朋友看了中芯国际的声明 可能会觉得太软了 其实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待这件事情 首先 中芯国际和华为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华为除了手机业务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收入 但是相对于中芯国际来说 制造机身电路芯片 可以说是中芯国际基本上唯一的业务了 而中芯国际现在正在使用 大量来自美国的半大体设备和材料 包括部分的上游材料 包括PVD 拟子注入 很多检测设备暂时还没有一个比较可用的替代品 特别是在先进制程方面 能够抵御风险的能力相较于华为来说 还是会弱很多的 同时 从企业的角度 从对中国整个产业链发展的角度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度地指责中芯国际 在有效的手段下 争取活下去 争取生存下去 最大力度的发展 这才是对中芯国际来说最有利的方式 即使这次美国动作不是空缺来封 其实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意图 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而中芯国际作为中国半大体制造的带头大哥 华为等众多科技企业的上游供应商 承载着中国产业升级和蜕变的科技结石 被美国遏制也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这个声明不重要 估计几个月前就写好了 事情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中美科技博弈的大背景下 空谈吼号没有任何意义 不要被绑架 争取活下去 为产业链尽可能做更多的贡献 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接下来 说到中芯国际的困境 我们就不得不提国产替代和去美国话 于美国长臂管辖是越来越明目张胆 在现在的大背景下 不只是中芯国际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已经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历史的漩涡中 据我所知 已经有非常多有海外业务的企业 无论是什么所有制 无论是什么规模大小 已经不自觉地加入了 关于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后 相对的一个处置的条款了 在业界 不管是互联网行业 还是高端制造 还是半导体行业 已经把去美国话 搬上桌面来考虑了 因为最后大家都会发现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花巨子 去做到所谓的合规 还是去满足美国人各种的要求 想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都会面临被封堵的一个困境 包括TikTok和最近华为的事件 都已经告诉我们 目前可以说 唯一的途径就是 完全脱离对美国基础要素 依赖的一个轨迹 然而 这个过程肯定是无比痛苦的 但是 也是必须走的一条路径 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上 德国和日本的发展路径 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参照 在二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内 德国再次成为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日本更是凭借匠人精神 经济再次起飞 并且在1978年超过苏联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德日两国先后对美国各个行业 各产业造成了冲击 到1970年后 美国开始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 以各种贸易政策的限制 德国和日本企业对美国的出口 甚至扶持韩国和台湾地区 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进行替代 我们现在回头看 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的博弈 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虽然德国日本确实被美国有所遏制 但并不是完全的一个击溃 事实上 德国和日本不仅做到了软着陆 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自己的国产化 日本采取的措施是向上游转移 而德国采取的措施是发展 一个更广度 更多面的一个隐形冠军 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日本的尼康一度成为了光刻机的巨头 美国不得不扶持阿斯妙 甚至把光源公司SEMA 卖给了阿斯妙给予支持 我们反观德国的发展路径 汉高公司的占联记 库卡的机器人 博士的热力系统 通快的机床 宝马公司的汽车生产线 德国更加聪明地绕开了美国的注意力 以点层面 撑起了整个德国经济 在欧洲经济一片消瘦下 表现一直独秀 2019年数据显示 全球世界隐形冠军中 全世界2734家隐形冠军中 德国拥有1307家隐形冠军 美国是366家 日本是220家 中国仅有68家 包括阿斯妙最先进的 身子外UV光刻机的光路投射镜头 也是来自德国卡尔赛斯旗下的 蔡司半导体 所以我们看待当下中美科技博弈 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全局和历史的众生 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要强调 国产替代只是一个筹码 但不是最终的结果 这句话怎么理解 第一点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 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金 短时间内就能做到完全的国产替代 我要认清现实 不管是技术研究 还是人才 还是技术 还是产业积累 我们现在完全的自主芯片制造能力 与国际先进水平 还是有一定的代差的 简单的希望以国产替代的方式 短时间内完全脱离美国的 所有的基础要素 实际上是很艰难做到的 这个博弈不会是一出而就 会持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第二点 短时间内 我们并不需要追求所有的节点 都能够做到国产替代 只需要发展足够多的隐形冠军 实际上尽可能多 有广度的 能够与美国互相掐脖子的企业 就能够实现最终我们想要的结果 中美博弈的结果 不会是你输我赢 最重要会是一个平衡 我们可以想象 华为如果是一项上市企业 必须实时披露足够多的商业信息 别说备态计划了 在七八年前就被美国制裁了 不可能走到今天 所以在未来 能不能够在各个环节出现更多有为的企业 更多隐形冠军的企业 至关重要 有消息称 我国计划大力支持发展第三代的半大级产业 其实已经在佐证这个方向了 最后达到了平衡 不会是某一个企业 某一个设备 某一个技术 而是一批企业 一批技术 平衡对方的一批技术 新的规则才会演化出来 第三点 我们一定要对全球化 保持一个开放和支持的态度 不管是欧洲还是日韩 用市场换空间 我们要知道 华为其实也是从海外先取得成功 再回过头来取得国内的市场份额的 在缺乏国际竞争中 闭门造车 一味地以补贴的方式进行扶持 很有可能是局网中 这企业无法感知 全球市场的最新的技术动态和方向 最后可能造成一个断层 甚至更多的一个落后 我们的电动车发展 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最近对特斯拉的开放 我们能够看到 反倒促进了部分的企业的进步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点 短期内不会有一个明显的结果 第二点 更多的隐形冠军才是目的 第三点 国产化只是筹码 最终拥抱全球化 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今天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概念会比较模糊 有些朋友可能会听不懂什么意思 不过没关系 听得懂的朋友自然能够领悟 最后 我们要记住 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 一个企业也好 每个个人也好 你肩膀上背负的责任越重 就要能够忍辱更多的负重 才能完成最终的胜利 勾建人 长份之辱 忠诚八业 韩信忍 胯下之辱 方程动凉 越是退缩 敌壤就会越得寸进尺 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有拼命一搏的勇气 想要站起来 就必须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Babbit Talk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摆成明白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的讨论 最后记得给我点赞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